《少年成名》 一曲成为黄梅戏新一代当家花旦 我演的每个人物里面 给我的这个性格的塑造和成长 是有关系的 就是心里是自由的 思想是自由的 三个灰州女人的命运 从传统的背首到觉醒后的出走 再到自我的寻找 续写出一部《大写的女人》 我每次走在那个长长的台阶下 我都心里心生一种悲伤 我要让这个女人走出去 一定要走出去 舞台之上 她是备受瞩目的神仙姐姐 舞台之下 她也是独挑黄梅戏大梁的女院长 当了这个院长以后 有的就讲了 她叫韩戴芬 你看你那么大好的年华 没有塑造出更多的作品 我说其实人生 多唱一部戏跟少唱一部戏 也没那么重要 有一句唱词 说人一生再短都应闪光 歌在今天 我们虽然不伟大 但是也得闪闪光 至少为这个时代 做了一点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名人面对面 专访韩戴芬 只为黄梅戏 经典黄梅戏女驸马和天仙佩唱段 恐怕没有人不会哼唱两句 而我们耳熟能详的版本 也都是出自韩戴芬的演艺 韩戴芬 黄梅戏表演艺术家 从十岁开始 她的名字 就再没有和黄梅戏三个字分开过 我小时候十岁就到了剧院了 那时候我们是改革开放 正好是七八年进入剧院 那个时候大家都住在一起 像我小时候就是吃百家饭长大 就老师们都很喜欢我嘛 他们自己失去了 那么多年的这个好的时光 就一下子把所有的这种爱呀 这种希望啊都寄托在我们身上 就我们那一批人 就要千里挑一 一个特别的机会 老师嗓子哑了 突然上不了台了 但是票也卖出去了 不能没有人 赶快赶快把那个小怪招来 就是我小时候 他们给我一个历程 他们就会问我 你会不会 然后我胆子也算是挺大的 我说会儿 第一次的主演 就是这样上去的 十岁登台 十二岁挑大梁 担任豆乐渊女主角 1984年 中国戏曲迎来改革开放后的 第一个繁荣期 而那一年 十六岁的韩战芬 因主演黄梅戏电视剧 郑小娇 一夜之间成为 家喻不小的名心 天仙佩 女驸马 桃花扇 孟丽君 一步接一步亮相 无视观众 因寒再分结缘黄梅戏 黄梅戏呢 她这个剧种呢 她是那种 金如并絮的那种 那是不是 但觉一定是主角 有男生做主角吗 对 偏向于淡绝 戏曲通常 表现的都是那些 什么才子佳人啊 因为爱情嘛 女性 总归是 更美好一点 而且我们黄梅戏里面 特别有意思的是 总是在弘扬 女权主义 总是把那个男生 写得有点不堪 反正都是 宣扬女性的多 这个文化 是不是也塑造了您 可能是更以女性 为主要视角 去判断很多的事情 这样的一个性格 我演的每个人物里面 郑小娇 她也是女扮男装 到最后 解决问题 然后女驸马 也是女扮男装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 就是陈端生的那一部 孟立军 很励志 让很多女性喜欢 就那部片子 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 对我的性格成长 确实是有一点 就是关系 就是我更多地选择了 这些东西 对吧 我也演过很温柔的 比方说桃花山 李诗诗 但是我就没有 吸收他们的东西 您后来写的那个 《徽州女人》 《徽州往事》 都是比较从女性的视角 然后这样子去描写 然后去出故事 是 《徽州文化传统》里 男子外出经商 深宅大院里的女人 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带着这份好奇 韩再芬开始了 长达二十余年的 《徽州三部曲》的创作 一九九九年 第一部《徽州女人》 十五岁的少女 嫁入夫家 为不曾谋面的丈夫 操守家夜三十五载 请问你是谁呀 直到丈夫带着妻室归来 却不认识自己的妻子 请问你究竟是谁呀 《徽州女人》 我演了几百场 有一天演的时候呢 突然间 我的内心就持不住了 我就觉得 哎呀 演得好憋屈哦 因为这个女人 她没有走出自我 她完全没有走出自我 但我在最后 从高高的台阶下 那个男人问了她一句话 你是谁呀 淡淡地回头 看她一眼 所有的这几十年的 这个委屈也好 等待也好 所有的一切的一切 在那一刻 她都自我承担了 所以她讲了一句 我是你娜子的姑姑 所以我每次 走在那个长长的台阶下呢 我都心里心生一种悲伤 好悲凉啊 是不是吗 然后当我在 有一次最终行礼的时候 我突然想 不行 我要让这个女人走出去 一定要走出去 我站在台上 我会觉得 我应该拍第二部 那么第二部 《徽州往事》 确实塑造了一个 不愿意认命的女人 所以她出走了 老爷 有位客人求见 他说是你的接派兄弟 您叫庞慧家 什么 庞 他说他叫庞慧家 庞慧家 他不是 2012年 第二部《徽州往事》 外出经商的丈夫被杀 女人书香流离失所 被迫改嫁给一名富商做填房 多年后 死去的前夫忽然归来 你先回去 等树香伸忙阿子 忙了约 我给阿子找我来嘛 再把她给你送回去 不不不 有关锈 树香啊 不 嫂子 两个男人互相让妻 被命运愚弄的树香 最终觉醒 选择出走 最后还要问自己女人一生 为什么 最后还要问自己女人一生 最后还要问自己女人一生 《徽州三部曲》第三部 正在筹备的过程当中 明慧结合着现在怎样的 一个时代的背景 去做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怎么样去阐述 第三个女人必须是自己 掌握自己命运的女人了 就不能仅此是出走 出走以后怎么办呢 那么这三部戏连起来以后 她就是一个大写的女人 您理解的女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才是您会欣赏的一个样子 就像我自己 对自己的要求一样的 我觉得 就是心里是自由的 思想是自由的 我小时候不太喜欢跟女生在一起玩 我觉得女生都是讲 婆婆妈妈的事情比较多 但是现在不同了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呢 这几十年的发展 我觉得女性比男性还要优秀的多 优秀的女性比男性多得多 而且优秀的女性的胸怀 也比男性要宽广 这都是时间在变化 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 就进入了这个戏曲圈 我特别感觉到女人需要独立 是什么经历让您这样子有很强的意识 你看我小时候只读了四年级的书 这么小进入社会 我依然还保持着我自己的这种 这种很独立的一种选择 我特别注重自己的 怎么讲呢 直觉和内心的召唤 但是这种直觉呢 它又需要一种非常真实的东西 去辅佐你 因为只有看到更多的真相 你那个直觉才是有价值的 才不会被一种东西所蒙蔽 然后你才能看到那个光亮 有没有哪一步是您觉得选错了 或者是可以做更好的选择 现在回头看的时候 没有 我这个人对自己的人生好随意的 大家看起来我做的这件事情 又是如此的执着 但是其实我只是随性地做自己 此时此刻觉得对的事情 一直都是单身的状态 那会有压力吗 比如说来自于社会的压力 没有 会觉得对一个女性来讲 应该有家庭 有孩子等等的这一些 没有 比较世俗的品牌 世俗的没有 因为我的父母 首先就是我的父母 我的父母不给我压力 我什么压力都没有 我的父亲是 疫情 2020年 离开我们 我也想过 哎呀 我说我的父亲怎么那么好 他从来没有给过我任何压力 没有催促过我一次 要怎么样 他们给我的指示 你在外面你要照顾好自己 在这个问题上面 我没有 没有谁给我任何压力 所以我才这么自有 我曾经有很美好 跟大家肯定是一样的 那么小萌芽 我14岁就开窍了 然后16岁应该讲 就可能就是进入了这种 进入了这种恋爱的这种状态 就是那种青春蒙动 那种美好 我都经历过 但是后来发现呢 这两个人呢 毕竟不是一个人 而且男人和女人不一样 很不一样 所以我慢慢地 因为我的事业发展得很好 所以那个时候呢 确实很忙 就是忙得让我都觉得 可要可不要 就是无所谓 因为爱自己是自己的事情 我不需要别人来 对吧 因为这种付出 都是要相互的 不会有那么多平白无辜的 爱 一定要它来到你身边 再上升一点讲 我觉得周围的所有的东西 就是你如果想释放爱的话 那都是很容易的 所以这个时间一换 换过来以后 就跟我的性格有关系 我不像别人就是 设计好自己 对吧 这一生 必须要干嘛 必须要干嘛 我就没有 就是这种自由状态 就是有来了就来了 没有就算 从来没有空隙的时候 让你觉得心里很空 因为这个事业 该做的事情太多了 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要干嘛 不安 可是 当然 上世纪九十年代 随着文化市场的多元发展 戏曲演出市场欲曲萧条 在那个年代 韩哉芬是幸运的 节拍电视剧 制作黄梅戏MTV 让黄梅戏名段进入卡拉OK 也有海政 总政等单位 向韩再分抛出橄榄枝 她最终还是选择留在安庆 守住黄梅戏 那个时候 我确实思考了一下 那个时候光怪入礼 然后晚上都是灯红酒绿 和我那个时候特别不喜欢 如果我要到了那个环境里面 我可能很快被淹没掉 就特别惧怕 那样的一种 特别社交 恐惧 所以我后来自己就想 哎呀 这不还有一颗小星星在那吗 扎拔扎拔眼睛 它一直恒定在那个地方 十岁就走到了黄梅戏这个领域嘛 我实际上是对它还是有自己的期待 我能够在里面找到我的很多很多快乐 你会觉得这种成就感 当然它不完美 它需要去再造 重塑 我在这里面有事可做 黄梅戏应该是什么样子 这是韩再分常常思考的问题 在当下审美中创新 和当下生活对话 是她找到的守住黄梅戏的钥匙 贵州女人开头的那个大红轿 整个的舞台全都是红色的 这很大胆的 尤其在99年的时候 但是在那个时候 黄梅戏领域当中 很多前辈并不是很认可你这样子做 那会儿顶了很多的压力吗 对 艺术的前进 它永远伴随着 都是有一批人在后面拽着你 我这个戏好看不好看 能不能留下来 我觉得是时间考验的问题 你说一句话 能把我的票房卖掉吗 就是何必把那种虚 就是那种包裹的东西 一定要人为的设置的一个东西 去强加 艺术这个东西就是思想性 对吧 不毒害别人 以这个为标准 其他的艺术形式的东西 它完全可以自由生长 没有必要去禁锢它 这算是一种积极的 而且是一种向好的一种状态 一部《徽州女人》的轰动 让观众看到一出别样的黄梅剧 韩栽芬也因此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这还是黄梅戏吗 半文半白 离经叛道 不伦不累 这是反对者对韩再分的抨击 《徽州女人》当时 差一点全军覆没 我们导演都哭了 还有很多人都讲这不像什么 那都是很权威的了 我当时心里很难过 但是我做了一个什么决定呢 我说 我要让这个戏在市场上演得 越来越火 越来越火 一方面做艺术 然后一方面我要去卖戏 在北京长安大剧院 那一次我卖戏卖的是最辉煌的一次 至今可能没有人超越 就是《徽州女人》在同一个剧场 一气合成演了十六场 那个门前呢 这个车水马龙 最后那个票价 当时票贩子都标到了一千块钱 所以那个事情给我记忆有心 后来就不断地演不断地演 这个戏不就立起来了吗 后来奖也给了 韩再芬的打破是成功的 凭借《徽州女人》 韩再芬首摘中国戏剧奖梅花表演奖 2015年又凭借《徽州往事》 第二次获得梅花奖 戏剧界的最高荣誉《二度梅》 戏曲在今天这个时代 走得特别慢 也是因为她的历史包袱比较重 就像我们经常讲 我们自己是带着镣铐在跳舞 就是禁锢的东西比较多 我在这条路上走得算是比较大胆的 2003年的时候 推出了《现代系》 公司 而且那个写的还是非常当下的 人和事 一个历史学的女博士 因为那个时候历史学找不到工作 在社会上 她没有办法找到工作 关注女性话题 又是关注的女性话题 然后那个时候呢 也是因为整个社会诚信缺失 所以我们那个呢 是以诚信为题材的 创作了这样的一个历史学的女博士 下海经商 然后依她的这个聪明的才智 最后呢 坚守了诚信 获得了成功 公司这部戏也救了我们剧团 2005年 安庆市黄梅系二团 更名为安庆再分黄梅艺术剧院 韩再分被推举为院长 再分黄梅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戏剧界第一家 以个人命运的剧院 因为我刚开始接手的时候 它没有钱嘛 而且我们老师还借了 我私人的八万块钱 接手的时候 马上面临的就过年 我自己还因为掏了钱 就给大家发了一点过年费 然后过完年以后 我们就演出 打电话给很多好朋友 企业 让他们包场 看演出五万块钱一场 然后这样就把困难 给顶过去了嘛 做了院长 其实也要承担起很多 带更多一大帮人去生存 同一时间 你还要做很多 在艺术之外的事情 这确实是难的 包括你说要去卖剧 这些事情 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讲 有的时候是很难放下自拍的 是很难的 确实 说不难那是假话 当了这个院长以后 我就有七八年 都没有拍过自己的戏 都在为别人做嫁衣裳 所以很多人 有的就讲 他讲 你看你那么大好的 棉花 没有塑造出 更多的作品 后来我自己呢 是这么理解的 我说其实人生 我说我多唱一部戏 跟少唱一部戏 也没那么重要 可是呢 我说我把安庆的 对吧 黄米系剧院 这个大剧场 小剧场 这个本科学院 还有这个文化生态 我说这些东西 还有培养了一批 对吧 后续的年轻人 我说这个应该说是一个 实实在在的一个大作品 现在回过头来 我把其他的事情都做好了 现在我还依然可以做 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 2022年11月18至20日 破除疫情种种困难 栽芬黄梅艺术剧院 原创剧目《不朽的娇阳》 在国家大剧院顺利上演 这是韩栽芬带领剧团 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 第十四年 不朽的娇阳 创作这个戏的时候 我也是在想 杨开慧这样的一个人物 他怎么就能在 这么年轻的时候 29岁的时候 毅然决然地 走向死亡 就是他的这种 境界里 到底藏着什么东西 你在这部剧里面还有一个 有一句唱词 说人一生再短 都应闪光 我是觉得 这句台词写得非常好 各在今天 我们虽然不伟大 但是呢 也得闪上光 那也是你到这个人生 没有白活吧 对吧 至少为这个时代 做了一点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我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 不好的戏 绝不拿到市场上 给观众看 我没有那种 急功近利的 一定要让所有人 都喜欢你一眼的剧种 我觉得没有必要 我们现在有一个 特别不好的一个现象 就是 只要让你做 你就得像以前 我们的老前辈 严峰尹老师 他们一样 让全世界人们都知道 我说这哪有可能呢 今天这个时代 都是细分的时代 他更注重自己 他要选择什么 让你只看这一样东西 我说没有这个可能 就是当你决定 你做的事情 是你用心血去做的 你就不要怀疑自己 第二个呢 你不要奢求 得到更多的东西 这两者平衡好 它就完美了 就是 就属于 就是我现在的这种 比较自由的状态 千回忌 千回忠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